第一题,我们做花粉形态萌发实验的时候,我们做一些步骤,一一看 我们使用这些蔗糖浓度,蔗糖浓液是为了让它提供养分吗? 不是,再陈道一次,植物是生产者,植物不吸收有机物 所以那些蔗糖液并不是提供有机养分,是为了提供适当的渗透压 植物的花粉在适当的渗透压才会萌发,用适当的渗透压来刺激它 并不是为了提供有机养分的,因为植物不会吸收有机养分 所以A错了,用悬滴波片来进行花粉观察 可以使得花粉有足够的生产可以空长,生长,叮咚叮咚 所谓的悬滴波片就是这个波片中有个凹槽,有个空间 所以它花粉在这边生长的时候,它有办法长出花粉管,比较空间延长 而且如果你今天你没有用悬滴波片,你直接钙片 有些时候直接把花粉压扁,它就会被压迫了,死掉了怎么会萌发呢? 所以就是为了有空间,那你不要压迫它,或是阻碍它萌发的空间 所以B是对的,10月以下我们干嘛加酒精,是为了消毒吗? 波波波波波,因为酒精很快回发,所以你用酒精沾了花粉 让花粉碰在那个波片上,酒精一挥发完之后,花粉就黏在那个波片上了 所以90%的酒精功能目的是为了让花粉固定在波片上 固定在波片上,这什么意思呢?花粉表面都有黏液 我们先用酒精放上去,让它黏液溶于酒精,然后再把花粉放到波片上 很快的酒精一挥发掉,那个黏液马上就浓缩,又把花粉黏在波片上面了 好,所以这题的C是错的,不是为了消毒,是为了固定花粉 好,那花粉的萌发孔数量一定都三格吗?不一定 大家你们看那个叫什么,非收奉献花,它那个花粉就像饭团一样 它这个地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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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有蒙发孔,蒙发孔,对 它有至少四个,所以蒙发孔的数量不一定是三 每个不同的花,蒙发孔或蒙发孔的数量都是不一定的,要看植物种类而定 好,所以这题逐是错的,只有B是正确答案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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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